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我正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今天有两件高兴的事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朋友们 当当这个东西 这个月的工资单我们发下来了 朋友们一会儿给大伙看看 这个月发了多少钱 这个月加班比较多 所以应该发的工资能多一点 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是什么 朋友们 我们今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就下班了 为什么我们放假了 日本1月1号元旦是过年 所以我们正式进入休假模式 下个月的1月5号 在上班我们休了七天假 所以呢 两件高兴的是 第一件发工资了 第二件就是放大假了 好了 朋友们 给大伙看看 这个月发了多少钱 来 朋友们 给它拆开 给大伙看看 给它拆开 我还没有拆分呢 朋友们 给大伙看看啊 这就是我们的工资卡 给大家看看哈 12月份的工资 然后出勤天数22天 加班35个小时 这是八点钟之前的加班小时 朋友们哈 八点钟之后的钱呢 没在这个银行卡里边 八点钟之后的加班的钱 还单独的发到这张银行卡里边 它是没有这个工资单的 就是会设直接就打到这张银行卡里边 这个单子上的工资啊 是发到这个卡里边 八点钟之后加班的小时 它是分开发的 基本给是16万8 然后加班给的钱是4万2 这是八点钟之前的加班给的钱 然后 假3000日元 这有10天的有休 是什么 就是代薪休假 应该给是21万3 但是它要扣除 34万4 就是什么哈 借户保险呢 雇佣保险呢 还有房租这些 总共加在一起 是34万4 就是21万3 减34万4 剩的钱在这里 朋友们 就是18万 17万9 就是18万 但是 这个钱呢 是在这个卡里边 还有八点钟之后加班的钱 在这个卡里边 我看了一下 能有 差不多 也能有3万日元 差不多 就是说 这个月的工资 应该是 21万多 朋友们 21万多 就是这个月的工资 刚才给大伙看的这个工资单 就是我们这个月的工资 我们修的是9天假 朋友们 就是 好像是9天假 忘了就是上班22天 修了9天假 到手的工资呢 总共是21万多 有很多朋友好说 单子上为什么是17万9啊 没有21万 朋友们 8点钟之后 因为这个月啊 活比较多 8点钟之后 加班小时的工资呢 没在这张卡里边 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朋友们 我们的银行卡 是两张卡 就是工资单上的钱呢 是发到这个银行卡里边 是日本的JA银行卡 就是有时候你加班多了的话 哈 8点钟之后啊 他把钱单独的 他没有工资他卡 他把加班的钱单独的 发到这张银行卡里边 就是一个JA银行的 这个是邮局 日本的邮局的银行卡 所以他是单独发的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单独发的 所以呢 就是这个月的工资呢 加上我这个卡里边的钱 应该是21万多 这个月应该是不到 一万一千块钱 还有就是这 朋友们哈 这个钱呢 他是扣除房租水电 全都扣除了之后 净剩的钱 这么多钱 这个月稍微多点 接近一万一千块钱 哈喽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如果就是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想了解的 可以在平台的评论器里边 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给我 就是也希望大家 多多点发和点赞 再就是我们 休大假啦 又是开心的七天啊 朋友们 日本过年 休大假 好了 朋友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